安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以員工立場去看待一個公司 或是說企業的文化 自己的評分標準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一期 因為大部分我們的立場 事實上我們雖然是說開放性 可是事實上的確是有一些立場 是以那種資方的立場 可是事實上有資方立場有時候也不公平 因為資方來講就是 畢竟資本就是賺錢 說白了就是壓榨員工一個成本 奇怪怎麼講這樣子 好像到處得罪人 但應該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有時候資方的立場 本來就是一種的立場 立場不一樣 但是勞方畢竟比較多 在台灣的收音界勞工比較多 所以我們今天是以勞工立場 來講講公司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以勞工 今天是以勞工視角 純勞工視角來講 那純勞工視角來看一間公司 來講這間公司能不能待 第一個 目前以前會講能不能待 現在這個當新2024這個環境 已經不是能不能待 如果可以待就待 有一點變相 可是我們講 不是說你要幹一輩子 養活一輩子 幹活一輩子不是 而是說如何在這裡發揮你的潛能 目前的確你有更好的發展 沒有的確是要勝施 我們不能講絕對 但是事實上以目前解決是沒有錯 那2025來講 事實上可預期的2025的經濟 事實上是比2024會更下坡 這個幾乎是經濟學家幾乎 如果有一個經濟學家跟你講 2025會比2024更上坡 更好 老實講我會覺得 不是說他的專業性 我覺得他的道德性 因為老實講總統的跡象不見得少 你如果要帶一個板指標 老實講事實上那個是有點 不是很恰當 然後因為老實講 2025的確看起來屬於2024會更 更落後一點 只是說落到怎樣的程度不知道 所以等於是2024今天來講 理論上來講就是說 不便來講 除非你有更好的發展 應該是保守為上 我們如果是前幾年後期 我們不會講 但是在這幾年 我們的確會講 未來這兩三年的景氣 這真的是就是一個步步為隱 不管是任何一個場面 OK我們今天是以勞工視角 勞工來 公司來講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講這樣 理論上 普遍大家就會繼續待 大部分都是這樣 好 那如果說那哪一些跡象 是看到公司覺得說 有點像沉淪 但是我只能自己笑一笑 像吃瓜群眾 例如 舉例 像假設 你的上一層 上一層的主管 在那邊 集體在那邊 就有點變成是有點在那邊 看衰公司 老實講 不建議你去發生 因為你也不適合你發生 因為那是一個 的一個群 就是說 在你不到那個位階來講 事實上到時候 如果是你的的話 應該可以看 你的上一層 不管你是 上還是說第一層 還是第二層 Anyway 就是說 照理說 你應該是要冷靜下來去聽 目前的一個情況 因為這時候 他們反而會講出一些點 例如說 對公司的不滿 對公司的一個恥笑 你可以比較輕 比較可以窺探到 每一個 就是你的上一層的人 事實上 他們的內心的想法 有效的判斷 事實上 你可以趁機 看一看這個人的人品 說法就是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 這個人的人品 我想如果不是很好的話 你心裡有一個利益 就是當那些利益相稱的時候 他應該會以這個底線 所以 我相信在職場來講 大家應該是 可以理解 一個人來講 如果沒有品的話 一定是這樣 都會做出一些很沒良心的事情 這的確是這樣子 第二個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 也可以看出 就是說 目前的一種公司的相信力 我覺得 理論上 公司的相信力 普遍來講 都是偏差不偏好 一般來講 都是會差一些 遇到一些狀況 都是會比較差一點點 比較會去沒有那麼好 這是第二個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好的一個部分 再來就是說 那你說 那公司的 大家的凝聚力 事實上 老實講 你也可以看 就是說 事實上 大家的一種 遇到事情 大家是那一種 說白了 凝聚力一定低 只是說 你現在是在於說 你是下碳水位 就是說 不要讓自己成為去 碳那個水位的一種 的那種消耗品 對 碰 自己去碳水溫 試水溫 我就泡溫 我不會泡溫 我不用 就是說 至少你可以藉由別人 去判斷一下 目前的一個 水溫是不是冷到會凍傷 水溫是不是太熱熱到會燙傷 這兩個理論上都不宜到那間 對 假如說 你今天是自己有點深陷其中的話 那你要怎麼判斷 我相信這個是 這個職場來講 是有一個 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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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可是實際也是 陰險的 實際我抓編 的確是選邊站 這實在話 這個 我是覺得這個 大家都是人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好避諱的 是說實在話的 對不對 人實在是大家為了生存 每個人就是 這種部署 保守 行中台 都有點灰色地帶 再來就是說 舉例 假如說今天假如 公司是有點人緣流動 事實上是旺物 另一個方面想 也不見得太差 為什麼 會趁機起來啊 因為公司做一些流動 說不定你更有機會也不一定 當然你有可能會因為流動 而叫做篩潰 這是沒有錯 可是平心而論就是說 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流動來講 假如 今天假如你是一個 比較已經是一個 真的就是 已經是 真的是 真的是 人家是天花板 一直打到地板 已經打到底了 老實講有時候 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你來講不見得是不好 人緣的一些流動 所以你來講不見得不好 人緣來釋出來一些 因為畢竟你有一些 智力的一個部分 再來就是說 假如 真的是沒有深受青睞 比如說你也深受青睞 那你就照著 公司的一種 對你的發展 青睞你 要你當 你是一個接班人 那你就是接班人的姿態 那如果說都不是 我們講的是都不是 對不對 就是說人家講的 就是說 不上不下 一般人講的 不上不下的時候 應該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說 事實上這時候 你更要吃瓜群眾 更要笑在心裡 真的建議不適合笑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立場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在於說 老實講我們現在有講 你說公司現在就是做一些 心境的人員 人員心境 那事實上公司現在 晉升人員來講 事實上都不是 以致力的 都是有點變成是 看待的 第一個可能就是他 第二個可能就是怎樣 第二個可能有人栽培 第二個可能有人提拔 就假說你都不是的話 老實講 說阿伯 你就是一個沒人疼沒人愛的 這樣好殘忍 但講的是事實 講的是事實 我們這樣 在分配立論的時候 才可以看出誰是誰的能法 如果你都沒有 事實上你心裡 可能要有一個放骨 大一點的心 就是說你可能是沒人愛 當然是沒人愛 不是代表就是說 你就是已經是怎樣 自生自滅嗎 不是 你還是可以怎樣 靠著你的手腕力量 靠著你的方式有沒有 在那裡尋求一片片 這的確 因為老實講 你目前卡住一個位置 的確是最大的一個點 你也不要有太大的一個覺得 就是說 你也不要覺得有太大的覺得說 我好像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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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很好 沒有 也沒有那種情況 你就是站在 今天來講是站在來幫我講 你可以怎樣 覺得 你自己 好的一個優點 跟缺點 我覺得事實上來講 平心而論 我說實在話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打工戰 我們今天講的打工戰 如果你是一個最底層的打工 不要說最底層 就是你這是一個 不是核心 我們講 因為我們不要說底層 因為底層可能會有黏制 我們講你非核心的打工戰 老實在講 事實上 平心而論 公司亂不亂好不好 跟你沒什麼一環心 你如果非核心的話 有人說 越亂越好 越亂越有機會 的確 是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來實在 我們常常來講 一間公司內要外壞 常常看一間公司倒的 希望倒的 不都是對手 大部分是自己人 我們放眼這塊塊 事實上以前中國歷代王朝 大部分希望自己國家 王朝垮掉了 也不見得出外了 為什麼是內部 為什麼 因為我是負罪之身 這時候王朝垮了 我就可以打掉重練 各位可以理解這種感覺嗎 結果反正我在這裡 我也沒有辦法翻身之地 那我不如讓他垮掉 我說沒有自己翻身之地 每個人都自己的小串 很小求求 所以事實上 今天是以一種勞工立場 因為如果說今天做成一集 我覺得 講究有點消極 應該要正面積極 可是事實上我們講 每個人都是人 我們還是要 以每個不同的角度 所以我們今天單純 就以勞工市場 怎麼樣去讓自己勞工最大化 哪怕這個手段 是你認為不光彩也沒關係 我們今天是用一種 比較具象化的部分去形容 所以等於是說 以勞工來講 越來越好是不是 是沒有錯啊 對不對 公司就忍走工 都是沒有人 也沒有關係 不過人員就已經幾乎到極限 也沒差啊 對不對 公司開始怎樣 沒有未來 也沒有差 為什麼 因為你有年資 可是我不是說 年資是絕對 我沒有這樣講 年資是一個不一樣 一個哪一天 公司想說不好意思 才讓你認了 如果說 公司這個單位收掉了 你必須換單位 換單位試看看 說不定更好 對不對 平常自己還捨不得 還沒有敢理由換單位 現在這時候可以 對不對 你可以明正言實去做 所以 對 所以等於是說 那你說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 因為我們講的是公司的一個字路 因為老實來講 今天怎麼樣比較容易去工作屬性更換 哪一種 來各位 是反而是擴廠 今天公司要簽廠擴廠 擴大一命的時候 理論上比較有可能會去換到你 比較少說 我們這裡也有 比較少說 我們今天是 我們這場不租了 我們去回復到其他的場 也有 但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擴新廠 我們要變大所以我們要辦 你變大廠怎樣 都會從原本的好地方變到壞 為什麼 因為新的廠地 廠房地要便宜 所以它會越搬越來越偏僻 那以前舊的是什麼 就有點市區 所以老實講舊廠 有的位置還不錯 新廠越蓋越便宜 越蓋越荒野 所以事實上這個還是一個頂 所以一般來講 過新廠才是員工比較 老實在講 老實在講 如果你不是說 伴隨著新廠增加你的職位的話 事實上理論上 新廠對你不見得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它有可能你的工作屬性就要換 那你的薪水什麼都沒有 風險是變大了 事實上沒有錯 這個是一個廠區的第二 再來就是說什麼 事實上 如果說今天是一個 打工仔非核心的人的話 事實上 公司如果說越穩定 老實講越怎樣 公司會越怎樣 越去怎樣 越去思考 我們接下來要如何去怎樣 經濟優化融入的部分 你發現反正公司越亂的時候 雖然也有在裁員 可是公司的裁員是它粗暴的 它不會很細步的去評估一個案子 它只會依人的能力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發現 反而是一個公司 假的說它很穩定 事實上老實講 榮原才真的需要擔心 為什麼 因為公司會有計畫性 會有方法性替代性 把人給去掉 那真的是榮原被切掉 但如果說是因為混亂 亂 亂七八糟 組織亂 老實講榮原反正最容易活 我們之前節目有講 為什麼 因為它反而能適應那種所謂的混亂 因為這個亂是大家都會亂 但如果你是穩定之後 公司只針對幾個人去亂 咬你幾個人 把你咬到天王點徒 但如果是整個公司亂 是整個都亂 所以只要你隔壁前面後面的 不要撲暈船 老實講 你可以活他們久 他們會提前奧運 老實說各位觀眾 聽到這裡會覺得 又被人走了 今天都是交一些旁邊走道 應該來講 我們今天是以一種勞工 純勞工的視角 來去一個最佳話 所以今天講的事實上 老實講 資方聽到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亂來 但是事實上 我們有時候是一種 像辯證法一樣 兩邊有正有負兩邊 去做一個說明跟補充 所以事實上來講 所以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的確在以勞工的立場來講 怎麼樣是可以最佳話 的確是 再來就是一個點 就是說 再來很多人 就是會 那個就沒有辦法加薪 如果沒有什麼 是怎樣 那你就怎樣 你就說出來 這是一個吃瓜群眾 但你還是要 你自己人生去思考 只是如果你目前 的確是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向 很好的方向 七小很小 你現在異動的人說 沒關係 異動 下個月洗水 小朋友的所有的學費 才藝費 都有問題 你有馬上好嗎 未必 如果現在是穩定的狀況 老實講 應該還是要三思 真的 因為現在的景氣來講 事實上是一種比較脆弱的情況 脆弱是什麼 就是說 今天的脆弱是 你表面是看不出來的 這間公司的體質好玩 你看不出來 主管在用你的時候 事實上他不管公司的體質好玩 我要用我就用 但是公司如果一尊解的時候 馬上一踩 這些人你可能進來就出去了 事實上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那種感覺 就是說 事實上公司在應徵人的時候 因為你有缺 我就應徵人 OK 公司沒有理解 但是要砍的時候 事實上你已經是太輕人 你覺得很容易 會有危險 不要說有危險 你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 那假設你這個單位 又是屬於那種 可有可有 我要做 挫賽 真的就挫賽了 所以事實上 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以勞空立場來講 如果公司亂 對你來講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沒有差 對不對 如果公司來了主管 要開始 那你說實在話 就是比看戰略定力 說實上 我真的很想講 說實在話 就是有戰略定力的平民 有時候事實上 有時候有些員工 在這幾波大清洗中活下來 事實上 可以看得出他的戰略定力是很強的 老實講 其他員工都會講 人在這幾波活下來 才能活下來的 都是不簡單 為什麼 老實講都有一定的抗警察 的確 哪怕是老鼠一樣躲躲躲 那已經是一種能力 所以事實上的話 我就覺得 老實說 對員工來講 實上 大家求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穩定 對 很多人離開了 你啊 你是看公司這樣的穩定嗎 廢話 誰不是 離開不就是因為 你有哪個地方 不清朗 不順遂 怎麼因為你離開 不是嗎 很多人離開都 就這樣 沒有聲音 老實講 你說在職場來講 離開是要大聲 小聲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大小聲真的很難講 因為老實講 就是說 評寫論怎麼樣是最大的話 我們再講過了 就是說你還是要一定的聲音 但是最好怎樣 在離開之前不要有太大的動作 為什麼 讓你在離開之前 把公司的參與價值 幾秒使用 舉例 公司會把員工的參與價值盡量用 那你反過來 用公司的參與價值 對不對 趕快怎樣 不上不下 讓公司也看不出 你到底是要留還是要走 這時候 好好的去成長自己 應用資源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 因為老實講 公司的資源 事實上是龐大的 蠻大的 你可以有效去運用 視野觀念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運用 把你拿 是不是有的 有的 有的人把公司的 去看展 把公司的名片留下來 幹嘛 去看展的時候可以拿名片去用 對不對 這個也是 說實在話的 對不對 說實在話 人家哪一天被藏著看到 藏著看到 藏著看到 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 大家就是在怎樣 如何去讓你自己 讓你自己延續 存活下來 對 那人就在講就是說 那像公司來講 怎麼樣對員工 對狗 怎麼樣去 讓員工 把公司的 可大利用化 我覺得資源 我覺得這個 就是在公司的一個時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大的點 結果那公司來講 你如果在我們這邊發想的 要算我們的 好給你 可是問題 他心裡所想的 是另外一件事情 比如在公司這邊 他說做公司A的事情 但他心裡想 就是他自己公司B的事情 那公司離開之後 A要給他 全部給你 垃圾 這樣子就垃圾 因為他精華都在B 那你拿得怎麼辦 你拿不走你根本不知道 但如果說 這時候員工把 他的ID的牆碼 跟其他人講 他的B的牆碼跟其他人講 那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如果可能 就不太好了 我覺得不太好了 因為這時候事實上會 被人家灌上一個很奇怪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 勞工來講 應該就是說 怎麼樣可以讓自己 最大化 而且舉例還有一個頂 比如說事實上 很多人會覺得說 今天公司做不好 不要待 不要待 可是有的事實上有時候 有些人反而很奇怪 這是一個蠻大的奇怪 一個人如果說 我希望剛剛公司 剛剛公司 但是他剛剛提了 已經提要離開公司了 而且人事實上已經進程序的時候 近一個月 他反而會捨不得 為什麼 會反而覺得沒什麼事 為什麼 事實上本來就沒什麼事 很多事情是你用人自老 你把自己的標準下降一點點 事實上你會發生什麼事 人家訂你 一次沒有時候給人家訂 對啊 做實際的話 你去別的公司不是一定要訂 可是訂你一個好處 你可以衍生出其他的部分 甚至你只要表現好一點 事實上都可以有一定的免死性 這老實講是有的 事實上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老實說 很多人都說 這間公司不好 我要趕快離開 你可以離開 有需要那麼快離開嗎 這是一個點 但是如果下一個公司已經找好了 那你認識的趕快離開 但我想說 如果你還沒有去啟東西找 很多人來講 我已經心裡已經沒有在這間公司 但是我在這邊已經做了560 又做了560 為什麼 他很清楚 他自己要把這間公司的訂回這邊 那這時候 真的不介意你跟任何人講 為什麼 因為老實說實在話 第一個別人也不記得你好 如果你今天真的自己 自己再多多用公司的資源 然後創你自己的副業 被人家知道 人家紀錄你 他就會把他講出來 有人會講出來 有些時候 你怎麼知道 人家不小心講出來的話 是設了不小心 啊我不小心講出來了 啊我不小心 啊這叫做秘密喔 老實講 這我們節目有講過 啊我不小心講出來 就把印要講出來 我們常講的吧 有些八卦就是那些 不要跟別人講那些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在員工最大化的一點 事實上是蠻大 可是我們要表達 員工的一個部分 如果說真的是無心 要在公司的話 事實上 還是建議你啊 你有所長 因為老實講 事實上 這個社會越來越混亂 其實越來越快 對小螺絲叮頭 越來越不利 的確 事實上我們之前有講 以後怎麼樣的人適合打工 就是你有老闆的能力 老闆的財情 老闆的智慧的人 那你這樣可能需要打工 你做自己的打工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以後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 也是人才可以希望 就是這個意思 有能力的也是讓人家搶一搶 沒有能力的 但是這個在景氣好的時候 是看不出來的 我們常常講的 景氣差你才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等於是說 在接下來的一個 經濟下坡的一個 下行的一個階段來講 事實上 競爭會很激烈 對啊 事實上我們只想講說 那員工如果最大的話 我們這邊有講 如果是二三十歲都沒有 你知道四十幾歲 五十幾歲 怎麼做 五十幾歲當然要等 四十幾歲比較尷尬 這邊我們會建議你 就怎樣 要認清事實 你現在沒有這樣 有影響力 這是事實 人家還尊重你 那事實上 給你做一個鬥嘲的面子 當事不理的時候 你記得怎麼講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大家都是有一群一群 所以這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 不要招搖 因為沒有本錢招搖 第二個來講 還是有點 鋒芒 就是跟人保持距離 不是真的是懦夫 只是希望可以怎樣 在出問題的時候 可以有一點的環境 再來很大的一個點 加入 因為你已經有點 沒有那麼的暢秋 不需要跟人家去打私密的關係 人家如果不理你 不理你 就怎樣 看不起你 你也不需要額外再去跟他 巴結去 那種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那個意義沒有很大 人家 竟然看不起你 老實講 最後人家這已經做了一個 反正就要跟你師傅的打算 人家既然有師傅的打算 你不用跟他師傅的 你給我臉色看 那我就給你適度的回歸冷漠 趁這個機會把關係給切掉 不見得是壞事 我們常講不見得是壞事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的 老員工來講 到後期來講 他自己在調整自己的時候 反而老實自己可以封閉起來 不是封閉 他是保護自己 因為他事實上 他知道 他自己可以靠自己 可以觸摸自己 他如果給別人異味的話 他反而會被別人吸養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過程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老實說 事實上 員工如何讓自己最大化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點就是說 當然我們剛剛講 就是一個去外面的人 撈好出來 再講給你 但是最終還是要回歸你自己 但是事實上 我們自己也有講 就是說 老公你要讓他這樣子 再逆勢成長 真的不太多 第一個 公司要這樣給你的機會 而且事實上你要有一定的時間 公司願意就是說 給你這樣 公司有一個養人 你要讓公司覺得說 養養你這個人 那你如果養20歲 30歲都可以 那養是10幾歲的 如果是公司老闆 我會覺得說 我們養這有意義嗎 對不對 我養他幹嘛 可是事實上 你就是要讓人知道 你有這樣的東西 如果有稅 所以事實上 老實說 那你就覺得這樣 就不是好員工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時候的員工 應該有個心態 跟老闆就像一個 打契約一樣 你付我這筆錢 我會把這個月做得很好 你付我兩筆錢 我會給他 你給我年齡之後 就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等一下 假設我真的要自己創業的人 那說實在的話 就很難了 事實上 我覺得以後這種情況 會有一點多 所以事實上 這事實上 已經印證我們這些 有時候常常講 都缺員工 但找不到人 都缺員工找不到人 但外面一堆事業的人 沒有工作 為什麼 這是我們講的 這有點像螺旋式的一個部分 有時候 既物價太便宜 也會太貴 錢太多又太少 兩個都有一個情況 那這時候應該怎麼做得比較好 事實上應該 我覺得這時候應該是要怎樣 是應該要 原工的部分 我覺得原工應該還是要 回歸一個比較務實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還是要想辦法去強化 我覺得這個 畢竟 因為老實說 因為接下來的一個 這個我們講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 各個公司的那種 的資金 那什麼 它本身的一個結構 結構性的部分 然後換你這區的公司 但接下來很多的一個外在因素 不會當公司 順處分調不會 但公司 常常會做一件事 人員縮減 原本一百個 縮到二十個 老實講 那很恐怖 那瞬間八十個 現在之前是用半年來的 Q 慢慢縮減 又不是半天 全部走光 結果越來越多 然後缺人的時候 不像在補人 像五彈夾一樣 不需要的時候 把他打掉 老公就會越來越 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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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渺小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有點是悲哀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表達 老公來講 他的確 所以事實上在台灣來講 老公佔大多數 事實上 柯一柯強 老公的確都是弱勢的 本身他的條件就是真的很不落實 然後不然整個政府給他的一個 然後制度保障 老實講都不是那麼完善 老公 不然老公什麼時候會倒 我們繳那麼多錢 老公 你看老公的媒體每個月繳的錢是還不便宜 然後老公說 有沒有可能倒 所以事實上要表達 事實上 在很多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為什麼 就是人家講的 為什麼 很多人做最多 可是為什麼 沒有 社會有點不公平 我覺得這裡的不公平也是在這裡 對阿 老公做了那麼多 可是他真的是什麼 說法是為了 給自己一口飯吃 給自己更好 給自己更好發展 不外乎就是這樣 對 事實上有個 假設東西拿去 辦公室發了 人家拿去拿 收錢 我們就阿 這種人很難 真正的新聞不取 可是為什麼 說法還只是 他還只是希望拿起來 自己吃或是帶回去 分享這些小朋友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我覺得 勞鋒說實在話 當然也是有人 就賺了很多 當然也是有 但是的確就是說 勞鋒的部分 在台灣來講 以後勞鋒會 越來越強的弱勢 百分之百 越來越弱勢 因為半水的資料化 無人化 以後的公司 他的技術人員會很少 會很少 真的會很少 那這些人根本就不用 什麼工會 而且事實上說 我薪水給你 多一萬我也沒差 為什麼 反正我負擔得起 我不是普遍的多 好管你 不行就把你負擔了 你也幹 因為為什麼我秘密多多 事實上這個才是一個 未來一個勞工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來講 事實上每一個幾乎都像 現在還可以一樣 可以做很多 但賺很多 事實上這個 無形 事實上我們要表達之後 以後來講 勞工的一個 門檻 他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不友善 然後越來越自主 因為破產就已經說 勞工都沒有花錢 就說實在 社會 這國家就是這樣 那哪裡 哪裡 哪裡 哪裡需要可以勞 就從哪裡勞 那裡反正大一生 那事實就少到一個 那你就勞 那勞工事實上是一個 基礎很大的一個權 老實講 他真的是很難 很難會完全逃離不守 不會 那你缺錢 就從外面勞一勞 能夠做做 反正 所以事實上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勞工 事實上 就是勞工的確是真的很辛苦 默默的無名英雄 現在已經比較少一樣講了 但的確 他的確 真的就是一個打工群 所以 在台灣來講 畢竟 資方跟勞工來講 勞工還是在大作出 畢竟 勞工這次來講 都 賺很多 想要很多idea 但是賺的錢 真的是少肌又少肌 那這後面有一些是 分配自助 我覺得這個又是另外一個特點 那我們今天只是單純 就是說 如何讓勞工在公司 可以一個比較 對自己有利的最佳話 去做一個分享和交流 好 今天請分享到這邊 掰